愿主与你们同在,与你的心灵同在,公读圣若望补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在起初已有圣言,圣言与天主同在,圣言就是天主,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,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 在他内有生命,这生命是人类的光,光在黑暗中遭耀,黑暗绝不能生过他。 曾有一个人名叫若翰,是由天主派遣来的,他来世为作证,为给光作证,为使众人借着他而信。 他不是纳光,只是为给纳光作证。 那普照美人的真光,正在进入这世界。 他原来已经在世界上,因为世界本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 但是私人竟然不认识他,他来到自己的地方,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 但是,那接受他的那些信他的名字的人,他就赐给他们权利,成为天主的儿女。 这些人出生不是由血欲,也不是由肉欲或难欲,而是由天主生的。 于是,圣言成了人,住在我们当中,我们见过他的光荣,就是从扑而来的独圣子的光荣,充满恩宠和真理。 这几个月来,我是听说很多人在半高节中,或是谈谈一些心事中, 每次说,觉得很绝望,觉得可能没有看到什么希望,因为世界上发生了太多意外。 然后我们觉得,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将领期等待耶稣来, 但是世界还是那样的,没有什么变道。 那可能有些人就一直看到黑暗而已,看不到光。 然后当我们每个人失落,失望的时候,我们更感觉不到天主的爱,天主的光。 但是,我们无论如何,今天耶稣单身,他福音所说的就是, 真光,真理,真光,真理,天主的光荣。 其实,我们有怎么样难过也好。 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天主的光,但是,我们还是勇敢地行走。 因为我们知道,因为我们知道,就算我们的路程有多长,有多暗, 我们终于会到一个终点,终于会看到灯的光的。 但是,我们要每次要坚持地走。 圣诞节是给我们最大的希望。 你可以说是,有人问就是说, 复活期还是圣诞期,那一个比较重要。 其实两边也重要。 但是,没有圣诞期,就没有复活期。 所以,圣诞期的时候, 其实是,这个时期是给我们最大的希望。 因为,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主是真光, 那真光就会遭遇我们整个人的精灵,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。 世界可能会看到很黑暗。 我们有时候,自己觉得自己的精灵, 我们的灵魂也是很黑暗。 但是,最重要的是,要让天主的光照耀我们每个人的精灵。 天主的来临,耶稣的来临, 不是要把世界弄好。 那个是我们的选择。 但是,我们每个人可以决定说, 我接受天主的光, 我把天主的光照耀我整个精灵。 虽然,接受了我的灯火, 没有变到那么好。 但是,我们知道,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。 我们迟早也会过去。 灵魂比较重要。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。 所以,最重要的是,要被天主的光荣照耀我们的灵魂。 把灵魂真的清洁,能够真正的接受天主的光荣。 如果我不能接受, 那我怎么样去传天主的爱,天主的光给每个人。 福音说,若汉这个人就是, 不是光,只是为光作证。 我们的责任也一样。 我们去报家音,去开party,这些东西, 是因为要传天主的光给每一个人。 他们接受不接受,不是我们决定。 我们能够决定的就是, 我们把天主的爱,天主的光, 今天所庆祝的,所喜悦的,就是传出去。 我们就是要做像若汉这样子, 做一个好的证人。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接受天主的光, 还是不愿意接受, 或是我们很, 很就是不想接受, 我们怎么样出去传。 我们外表可以看到人体悦, 外表可以去唱歌等等。 但是我们心里面,我们自己知道, 空虚还是充满的。 充满就要充满天主的爱,充满天主的光。 如果是空虚, 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。 所以,今天的弥撒当中, 我们祈求天主真正照耀我们每个人的精灵, 用祂诸圣子的灯光, 照耀我们走的道路, 让我们真正感到祂的温爱, 感到祂的恩宠, 给我们力量继续走,为祂作证。